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 上帝对埃及释迦的第九场的灾难是什么 你好,我是Tim 释迦的大多能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国圣经》将学习出埃及记得第十章 二十一到二十九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像天生上,是埃及地黑暗 这黑暗似乎摸得早 摩西像天生上,埃及遍地就乌黑的三天 三天之久,能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 你们去释放耶和华 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 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 你总要把祭物和凡祭神交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深处也要带去 也一提也不留下 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释放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会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释放耶和华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肝硬 不肯轮他们去 法老对摩西说 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 不要再见我的面 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 你就必死 摩西说 你说得好 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呢 那么在这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学习 因为法老拒绝了以色列离开的后果 也就是上帝给埃及释迦的灾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八场的灾难 也就是随便学之灾 花灾 施灾 银灾 粗意之灾 粗意之灾 穿灾 薄灾和还灾 那么在每一次的灾难之后 法老都有机会去听从耶和华的圣言 但是每一次法老都拒绝了 因此上帝仍然在惩罚着埃及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九场的灾难 也就是黑暗之灾 那因为这个是第三组灾难中的第三个 因此按照原来的模式 这场的灾难并没有对法老发出警告 那么和其他许多的灾难一样 上帝是使用的 埃及人所熟悉的东西 或者他们崇拜的东西 乃对他们施加惩罚 它奇迹般带来的这些灾难的发生 比如说 是尼罗河的水变成的鲜血 大量的青蛙 蝔虫等等灾难 那么黑暗之灾也是如此 我们并不知道上帝在这里是如何创造的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的灾难是来自上帝之手 它不同于那些由于分杀等等 所引起的暂时性的阻挡阳光的黑暗 第21节这里说到 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上帝所带来的这个黑暗 当然这是使用的一种羞耻手法 那么埃及人无法尝试着四处走动 就在黑暗当中度过了三天 尽管上帝给纯埃及带来的黑暗 但是以色列人所在的戈山的土地上仍然有着光明 那么这个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上帝能够控制着对某一些人而不对其他人去做到这一点 那么法老就再次召唤了摩西 就对他说 你们可以去侍奉耶和华 包括妇人小孩在内的 所有以色列人可以去敬拜耶和华 那么这个与蝗虫灾弹之后的反应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当时法老是不肯让妇人孩子去的 因为他担心他们不再回来 那么这一次他唯一的限制是把牲畜 要留在埃及 可能在法老的心目中 如果他不让他们的牲畜 也就是他们财富人来源被带走 那么以色列人可能将不得不再反悔来 继续受到他们的努力 那么摩西并不接受这一个要求 他就告诉了法老王 他们需要动物来献祭 他们也不知道主想要的是哪一种的动物 所以就必须将他们全部都带走 那么听到了这一个回答 法老的心就再次变得干硬了 他改变了主意 不再允许让以色列人离开 法老对摩西也非常的生气 以至于他要驱逐了摩西 并警告摩西说 如果他再次见到摩西 摩西将必死 摩西于是也回应到说 他发誓也不再帮回来的 好 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的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